希望你現在不是在經歷這個問題 跟伴侶拍拖或結婚 某些感情問題 分手啦!對方主動提出分手 你想挽回感情 有甚麼方法做是對你最有利 而可以最有把握挽回感情呢? 不要走開啦!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龍振天 歡迎收看龍振天頻道這條影片主力跟你講解 挽回感情的一些想法或行動或建議可以給你 非常有用的影片開始之前 先LIKE我這個頻道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幫助這條影片運算邏輯推廣給更加需要這條影片的朋友 有甚麼想法隨時留言告訴我 我也樂意會解答你的 第一次進來的朋友 記得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旁邊的小鈴鐺按響它 我逢星期四就會出新片 講解關於一些感情技巧 改思改運 潛意識語言技巧 行為解碼學 辦公室政治術做人道理等等 除此之外 我也很開心告訴你 最近成立了我自己的Patreon 在裏面大量深度影片 在一般我自己的公開平台 絕對不會說的話 全部我放在Patreon 如果你未參加 你已經錯失了很多人生學習的機會 幫助你在感情、工作、賺錢能力、人生思考方面 都能給你靈感進步 在連結上的下面 隨時參加 好 開始這個短片 首先分享一下 在我日常的工作裏面 其中一個主要的部分 都是一些感情 諮詢客人有問題的時候 都會來找我 當中都有不少的比例 都是變了心 對方要分手 而我有部份的客人 亦都是想挽回這段關係 挽回這個感情 他們就想很多事情 我都很用心給他們很多建議 所以我跟著告訴你 你聽的建議全部都是經過過去 無數的客人實例反覆印證網友 我經歷了很多真實個案 綜合而得出來的結論 所以絕對絕對是有參考價值 一定要留心聽著 我們解決問題 第一步我們要做些甚麼 你識別問題的重點先 有很多感性人不知道 亂了狼 挽回 不是這樣 如果你這樣 你挽回的機率 其實是少於百分之一 分手機率是高於百分之九十九 你都要明白這個道理 游水抽筋 你不是急著不停摸水 你要識別離岸多遠 怎樣去游 要不要叫救生員 你先識別一個問題 感情都是一樣 你要識別一個問題 如果你說對方分手 有甚麼原因會分手 不外乎都是幾個原因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就要看看 有沒有第三者存在 要不然我有不少的客人 伴侶 都有第三者 可能認識另一個 或者是對認識 或者已經是一段時間 然後提出分手自己想挽回 坦白說 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對方已經有對象 挽回的機率比較會低 不是零的 是比較低 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和伴侶之間 沒有第三者 純粹大家 雙互之間 可能對方不再愛你 各種原因 你挽回的機率其實是高達百分之八十 你要記住這個重要的數字 這個數字不是我作出來的 而是我經過過去無數實例 反覆印證得出來的結論 所以如果你是性格問題 各樣 沒有第三者 其實挽回的機率 其實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了 去到第二步 我先說了 就是沒有第三者 的情況下 你也會識別問題 很多感性人的腦袋 是不會思考的 他們是亂龍的 完全沒有邏輯的 他們腦海只想什麼 只想一件事 就是反回感情 就是這樣 反回吧 你和我一起 你為什麼不說我 不要這樣 如果這樣 你完全掌握不到問題的重點 你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你要識別對方分手的原因 是什麼 當然 你簡單的 你可以問對方 如果對方 他真的想跟你討論 對你都客氣氣 我想他是絕對 願意告訴你 因為他不是外面認識別人 當然有些人 扮奇怪 明明他認識別人 為何他不跟我說 另外一個問題 天真的 永遠都是這樣想 因為他們也沒有想 如果跟你說了第三者 衍生的問題很多 感性人自己不會想對方 沒有同理心 他只是自己主觀 願望單向 好像眼罩 遮住 只望於一個方向 他們沒有立體思考 你一定要了解 原因在哪裡 幾個原因 其實最主要都是價值觀的問題 每兩個人的價值觀 出現了一個比較嚴重的分歧 而對方 不可以再跟你走下去 覺得再下去 都是沒有意思 沒有結果 對方也不會愛你 這個其實比較嚴重 另外第二樣 性格問題 為你本身 你沒有做 沒有參加我的五天漢村 男人心 這個免費課程很重要 告訴你男女心理學 男人的想法 他的特性是甚麼 你連這些都不了解 你怎能好好跟伴侶相處 所以如果你未參加 我建議你快點參加 了解一下對方的心理 他到底在想甚麼 好了 性格問題 那會不會你本身 脾氣比較暴躁些 人比較負面 經常會發脾氣 或者去批評他 那你自己都會想 你要識別這些問題 另外第三樣 比較現實些 會不會大家的工作 雙差太遠 他又覺得 大家因為工作差太遠 人工差太遠 出入圈子 見的人 或者那個物質生活 有很明顯的分歧 而他不能跟你一起 可以得到快樂 未必是你沒有錢 未必是你沒有錢 對方很有錢 可能是你很有錢 對方的收入 又負擔不了你的消費 這些原因 你一定要識別這些問題 你先寫出來 感性人最厲害就是腦海一片紋亂 去去去去 又變回 我要跟他一起 我怎樣才跟他一起 然後情緒 然後哭 不是這樣的 先寫出來 寫這些問題 就識別了問題 最重要 第三樣 都很重要 你寫了問題 我不是叫你的口會改 你說我發脾氣 我就不發脾氣 不是這樣 完全感性人 就曲解了 你根本沒有改變過 你純粹想複合 然後口講改 就等於明仔和我婚女 婚女要和明仔分手 明仔問什麼原因 要不我們價值觀不同 不要緊 我們價值觀一樣 明仔連婚女的價值觀 什麼都不問 我是價值觀一樣 明仔我覺得你沒有上進心 不要緊 我有上進心 還有呢 不要那麼煩 感性人永遠不停被麻煩自己 不思考 然後樂意纏擾在麻煩裡面 她的潛意識是這麼想 但她的顯意識不是 顯意識 就覺得自己很聰明 覺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很積極去挽回這段關係 不是呀 你積極 我知道你積極 你顯意識積極 你潛意識做過些什麼 價值觀分歧 你是不是真的會改變到你價值觀 人的價值觀有95%的人是不會改變的 你有沒有知道這個事實 還是口說我價值觀改變 我價值觀改變 不是這樣 你說我批評你 我以後不批評你 不是這樣 對方答應了你復合 然後第二天你又去批評對方 你做些事跟昨天一模一樣 你沒有資格去說這些 你不要說這些 你不要說你改 你改不是用口說 你改是要你清楚顯現出來 譬如說你發脾氣 你要清楚顯現出來沒有脾氣 你為什麼突然間一天之間沒有脾氣 你解釋不到 明仔沒有上進心 他怎麼會因為婚女說一句說 明仔從此改變了 他人充滿上進心 晚上讀夜學 然後找工作 未來幾十年突然變成另一個人 如果是這樣就好 你想想想到 哪個合邏輯 我見到任何一個人 你這樣不行 那他第二天就碰完 不要那麼天真 很多很多女生想的東西就是很天真 其實他都是圍繞著一個目的 我要挽回感情 所以他說什麼呢 我口說Yes yes yes 就行了 就以為這樣解決問題 這個其實是很低層次的想法 但很多人很樂意就是這個低層次的想法 結果運勢不好 感情不順利 所以你也會想 當然 譬如你價值觀性格比較難改變 其實你要想多一件事 有沒有大家討論的問題 其實你可以改變到 例如什麼呢 例如有沒有你的伴侶抱怨你 你陪我陪得不夠多 因為你一個星期就去了七日跑步 每次跑四個小時 我覺得我不是追求這些關係 這些你可以改變到 七日多 我每個星期我以後跑兩天 然後你要落勢去執行 這些我覺得比較簡單 所以你一定要想想那個問題 到底在哪裡 還有你怎樣去改 更重要的是什麼 你不是用口說 你不是用口說去改 你要用行動去改 明白嗎 這件事很重要 好了 去到第四點 通常 說得分手 已經見不到 可能疏離了 WhatsApp也沒有 你就要等一些機會 去展示自己 你是真正改變了 例如有沒有之前說 你批評發脾氣 各樣 你有沒有出來 你都真的改變了 你這個人 樂觀 有笑容 你不單字不批評 你還會再做多些 你有沒有鼓勵對方 而令到對方 心裡面有舒服的感覺 最重要是令到對方 覺得你是改變了 Mary真正改變了 給我的感覺 還有要持之以行 你不要那麼天真 想分手 做一天兩天 辦事 過後又做回自己 不要 其實也有很多感性文章 各樣做回自己 其實這個邏輯完全錯了 但很多感性人 就不管邏輯對還是錯 最重要是自己舒服 然後就照做 你想也明白 我問你一句你明白了 如果你自己是一個負面 沒有上進心 樂力去批評別人 脾氣暴躁 性格負面執著偏激的人 那你是不是樂力去做回自己 對方就會很欣賞你 你好意思說我都不好意思聽 但很多人就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本身是這樣的人 他對號入座見到你 是呀我自己是呀 然後就照做 然後整個人生就錯了 我們不可以被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在我的Patreon 其實真的很好 我Patreon 每天一條影片 我就是告訴你 什麼是對的東西 你照做 你的人生一定會有改變 在感情 工作 人生思考各方面 而你搞清楚一件事 師傅你很武斷 你說對是對 不是呀 那些對錯不是我自己作出來的 是我經過過去見過這麼多的客人 綜合而得出來的結論 所以絕對絕對是有參考價值 以及你的價值觀是對還是錯 你沒有資格去講 不是你講 撿著偏激的人 就覺得自己有資格去講 不是的 包括我 我也沒有資格去講 我的價值觀是對還是錯 其實我要做的是什麼 我看看現實生活 給我的回饋是什麼 我先接收到什麼 那些才是真正告訴你 是對還是錯 舉例 例如明仔 他經常覺得自己做事很好 但他人工永遠只有一個月 只有八千元 在社會最低層 然後他就說 你做事這樣不行 我教你 你說他有價值觀是對還是錯 還是有一個人 我不知道是對還是錯 不過我一個月找一秒 我一個月找一球 人工都不錯 你覺得他有沒有工作能力 所以這個就是現實社會 給你的事情 執著偏激的人 就想歪了 他們樂意去想歪了 因為他們不願意 他們轉了牛角尖 他們不願意走出來 所以整個人生就失敗了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留意 另外第五點 你感情你挽回 你永遠記住我這句說話 你的成功機率即時會大很多 就是什麼 就是你千萬不要相信一些感性文章 或者一些感性的影片所說的東西 那麼我多客人 亂 一要分手 亂 亂是怎樣 上網亂找東西 你不用找了 你不如自己寫吧 你想怎樣 你不如自己寫吧 你整個網站出來 更好 那他們怎樣 他們就看自己適合的東西 噢 發脾氣鎮定點 你繼續加大你發脾氣的力度 對方就會很後悔的了 嘩 正啊 這個就是我了 我就是不想什麼都不想做 正啊 然後照著做 不要那麼天真 如果你這樣 不如你結實你 你自己讀過網站 現在這麼多免費網站 你寫幾個字 假裝奇怪自己去找回 是不是很不可思議 我過去我真的有一個客人 他真的這樣 他網上的感性文章 都不是他那個級數 他那個人的腦子混亂 到完全又好跳脫 又亂來 完全不跟這個世界走 一般的感性文章 滿足不了他 於是又怎樣 他腦海想到什麼 自己弄了個網站 弄了個blog出來 然後自己看回自己的東西 網上都是這樣說 你說這些人多恐怖 假裝奇怪 search search key word 自己弄好些key word 這篇東西這麼說 看看 哇 真是對 這篇東西真的有道理 真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希望你真的不是 一些這樣的人 你的人生要和自己交代 你不停地欺騙自己 成世過了 可能沒意思 你得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一定一定不可以相信 那些感性鬼話 那些鬼話是怎樣的 那些韓劇 那些愛情小說 全部都寫這些東西 你對他又要差一點 你不找他 他就裝奇怪了 然後他就會來找你 主動跟你修好 你就要高姿泰 出來不當一回事 還要主動趕他離開 對方就會很好奇 不要那麼天真 這些就是韓劇中有的情節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復合 而這個又是你最容易做的事情 你零付出 我罵了幾句 有什麼所謂 不是這樣 我們人生不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好 另外第六點 都很重要 你就分手 你不要經常找對方 我的客人 他最失敗的那個位置 對方因為你的麻煩 他和你分手 然後你做的事情 就是不停加大這個麻煩 例如什麼呢 不停去找他 半夜感性思維到 寫一篇千字文 萬字文 我很多客人都是這樣 不是這樣 你期望怎樣 你期望對方和你分手 對你觀感不好 不知為什麼 突然他很有心機 逐個字看 看一次不夠 看十次 然後哭了 好後悔 原來Mary很好 然後跟你復合 有些人這麼天真 真的有 而且為數不少 我有部分的客人 就下了這個類別 所以你加強自己的想法 思考 尤其是感情方面 一定一定要看我Patreon影片 我Patreon影片怎樣 每一條影片 其中有部分講感情有關 其他講工作人生思考 讓你的Mindset改變過來 讓你的腦細胞重組 讓你怎樣 潛移默化 看得多 慢慢思維同步 你先貼近現實 你要貼地 你不要太跳脫 經常自己想 想開了 想到一些東西不現實 又覺得那些東西是真 感性的人 現實和虛幻 他分不清楚 他那個腦是一片混亂 他想了 想了當說了 說了當做了 總之他有個主觀願望 覺得這樣會復合 他就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裝奇怪 在現實那裡得不到 又裝奇怪 一定一定就 不要這樣 千萬不要煩對方 適當時才找 一定不太多 你不停找 你只會加深對方對你的厭惡感 不是加強對方對你的好感 你張心比己 在街上有個精神有問題的人 不停跟著你 每晚都打千字文給你 你這樣就喜歡他 不合邏輯 既然不合邏輯 為何你又會做同一件事 你自己想想 所以盡量避免 不要經常去找對方 然後到第七點 可能聽到這裏 師傅 我現在感情都很好 不關我事 千萬不要這樣說 我有很多人找我做諮詢 他們那個感情有變 對方分手 全部是不知不覺間發生的 當他覺得事情一片美好 這些不好的事情就發生 所以你平日要怎樣 平日你都要維繫感情 你都要用心去客觀審視自己 你都要珍惜跟對方的關係 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要留意一下 不要掉以輕心 不要說感情一直都穩定 我不用理會了 我老公我怎樣罵他 不會走的 然後不停加大力度 就等於什麼 一條橡筋 拔不斷你不要拔他 你放好他 麻煩你 而不是你不停加大力度 去測試到有一天斷了 原來會斷的 不要這樣 我見過很多客人都是這樣 日常不知不覺間 做差自己 努力做差自己 因為他潛意識就是差 所以他努力做差自己 越來越差 差到某個位置對方放棄了 最初都會說兩句 說不說 放棄了 死心了 死心怎樣 然後出去找對象 很後悔了 裝奇怪了 為什麼你會這樣 我不知道 原來男人會變心 不要那麼天真 我們會是一個現實的世界 有多事情 你一定要加強自己的思考和想法 所以平日 都要有一個基本的態度 你都要努力做好自己 去維持那個關係 然後去到最後一點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 如果你的感情 經歷過那些大問題 而當你幸運地又複合 其實已經是上天給了一個警號給你 告訴你 你是時候需要去改變 在這個時候 所以應該怎樣 應該就是 你要找些事情去改變 因為有很多人 他想改變 他知道要好 但他不知道怎樣變好 所以為什麼 很好 我不是有一個Patreon 去有個機會 給你去參加 給你去拿一些靈感 每一條片一定適合你的 我每一條片 現在拍了很多片 成立了幾個月 哪怕是一條片 兩條片 你都可以拿到一個靈偶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這值得我關注 原來跟男女之間相處是這樣的 你參加 拿到靈感 潔移默化 最重要是你自己有個決心 當然 我另外有一系列的龍鎮天網上課程 跟感情有關 都很多個 免費課程都有三個 超值課程都有三四個 這些全部都是幫助你在感情 學會理論 怎樣應用 這些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好 短片到這裡 差不多了 最後提一提大家 你看到這裡 學習有用的技巧 我給兩個Like 你要給我一個Like 作為對我的支持和鼓勵 分享你的看法 留言告訴我 我很樂意解答你的問題 多些分享給你的朋友 或者朋友遇到這些問題 分享給他 亦都可以幫助這條影片 邏輯運算 推廣給更多朋友 需要這條短片 第一次進來的朋友 如果你覺得 這些知識很好實用 快點訂閱我這個頻道 旁邊的小鈴鐺按一下 因為我逢星期四會出新片 講關於男女感情技巧 語言學行為解碼學 潛意識改師改運 辦公室政治術 人生思考等等 好 時間差不多了 我是下條短片再見 拜拜